改了国籍他还是姓张中平赛冤家陆斩张本志和首轮对张继科 北京时间5月30日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传来爆炸性消息 当30岁大满贯球员张继科从资格赛中杀出后 在南丹正在抽签过程中 被抽进了南丹四分之二区 南丹第一轮张继科的对手将是15岁的张本志和 张本志和的父母张宇和张灵 以前都是四川省圣队的主力 1990年两人退役转型做教练 张灵此前入选国国家队 曾参加过天津市拼赛 他最早出国担任马来西亚女队教练 后来张宇在大阪等地交小孩打球后 受到邀请到仙台做教练 两人1998年在仙台结婚 2003年张本志和出生 2016年9月他们家自己经营的张本桌球场 在仙台开张 2014年3月张宇带着儿子和女儿 三人一起加入日本国籍 并把原先的姓张改为日本姓张本 张本志和多次公开表示 要为日本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取金牌 引起不少中国球迷的反感 张本志和去年年底再次表示 我想东京奥运会赢中国选手夺取金牌 展望自己十年后的样子 张本志和说十年后我24岁了 应该参加了两届奥运会了 希望至少拿到一块奥运金牌 希望从24岁开始 创立属于自己的时代 张本志和去年市平赛打进南丹八强 今年1月在日本国内比赛中乍胜水骨损 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少的南丹全国冠军 对于张本志和经常说大话 放高调的言行 中国乒乓球节的第一大老 宗局副局长蔡振华 亲自看过他打球后 夏评于说 我也去看了张本志和的比赛 感觉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 无知无畏 他还导着呢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张本志和在迅速进步 世界排名本月已经来到了第十 张继科大半年没打正式比赛 南丹世界排名已经跌到第167位 这场举世瞩目的南丹比赛 究竟是小张本笑到最后 还是张继科为张家这位小后生好好上一课 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体育ZHIPO.TV平台 正在对本次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进行全程视频直播 南丹首轮焦点站张继科VS张本志和 请锁定中国体育ZHIPO.TV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递小学生